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郑造星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 最近我们都知道台湾水情紧急 但是停水的地区 我们是先以台中跟苗栗 我们犯称中台湾地区为主 那这样子的一种措施 引起了中台湾民众热烈的讨论 尤其是台中市民 我们现在所采取的是 所谓的公五停二的措施 也就是一个礼拜里面 有五天供水 但是有两天停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 市民生活不变的状况 都陆续的被报道出来 但是与其同时 其实真正的引起民众怒气的 尤其是中台湾的民众的 是在这样同一时刻呢 我们却发现了原来对于 空污问题特别重视的台中市民 对于台中火力发电厂 它的第三号机组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呢 可以说是偷偷摸摸的重新启动 这件事情对台中市民来讲 造成了非常大的反弹跟震撼 那在限水的同时 那么又重新启动了 可能会带来空污影响的 第三号火力发电机 而且是燃煤机组 那实际上呢 台中很多的人说 这简直就是水深火热 但是水深呢 不是说水的刻度很高很深 而是说那水的这个 到底板的这个限水线 降到非常低非常深的程度 但是与此同时呢 这个我们却要再去忍受 很多的煤炭 在火力全开 可能是用费发电 所以很多人说 台中现在的状况是水深火热 造成很大的反弹 那我们想看看 在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底下呢 对于民众 对于中央政府的看法 以及政府的应对是否妥当 首先我们先来谈谈限水措施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的限水措施 在做这个公武停二之前 因为有大量的 包括民生用水 以及工业用水 所以呢 他提出了要在科学园区 来找景的计划 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 远远超出的 大家对于呢 水情控制的 一般的生活经验 反而呢 感觉是不是有点 所谓的零可绝景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 就让大家对于这个政府 到底在这个水情 从去年的缺水开始 有没有事先的防范 有没有余作的准备 基本上就失去了一定程度的信心 但是我们的苏贞昌院长呢 不但没有去正面的承认 或者是深刻的检讨 未来应该怎么改善 一开始的回应方式呢 却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过去呢 其实都有所谓的超前部署 甚至还说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缺水会更严重 但是这样的说法 很显然的 没有办法让一般的民众接受 所以当台中市民呢 在忍受了这个公五停二的 这样子的一种不便 以及恐惧 以及痛苦之后 又听到了 所谓的中部火力发电厂 三号机组 临时启动 那么特别会让中部的民众 感觉到一种深深的 被歧视的感觉 以及不被重视的感觉 尤其我们提到空污问题 过去历次的反空污大游行 其实台中都是规模最大的 因为台中火力发电厂 所引起的空污问题 不只是在台中 甚至在南投 甚至会影响到高雄 南台湾地区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好不容易呢 包括前任的林嘉隆市长 跟现任的卢秀燕市长 透过深煤管制条例等等之类的措施 把这个燃煤的机组的运转 逐渐的减缓下来 包括三号机等等 处于一种暂停运转的状态 但是呢 在重启的时候 却没有给予台中人 足够说明的空间 比如说台湾在现在的时刻 真的缺电吗 可是在启动运转的时候 我们发现全国的被转容量 是超过10%的 换言之 当这个被转容量剩下6% 跟7%的时候都不能算是缺电 何况是10% 所以台中人会有一种 深深的被剥夺感 而这样子的一种被剥夺感 我们来看中央政府的回应 是非常的薄弱的 无论是说在过去的议题 跟议程当中 过去一年 我们深受 包括莱猪进口的议题 那么公投被剥夺的议题 或者是呢 某些电视台 它被关台的议题所影响 这都是比较偏政治性的 或者是对于民众的安全 有所疑虑的议题 但是呢 在过去呢 政府并没有把握 当选之后 新任政府当选之后 可以休养生息的时间差 向民众去宣导 政府呢 在限水上面呢 有所用心 有所努力 所以在现在才说呢 有所谓的超前部署 对于民众来讲 没有说服力 那么第二个 我们可以看到 作为台中的执政党的委员们 或者是亲执政党的委员 尤其是人在台中市第二选区的 陈柏维 陈委员 人称Thank you 他们在这方面的做法呢 其实都只有去宣导 政府可能在限水 期间 最多就是说 我们可能有几个供水站啦 地下水的东西 我们要好好的来努力啦 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他们在中央 对于中央过去政策上面的缺失 采取一个强力的 咨询的态度 或者是质疑的态度 那么尤其是台中市第二选区的 中火所在的陈柏维 他在限水议题上面呢 采取的是 跟经济部一起进行宣导措施 没有看到这样强力的质疑以外 对于中火三号机突然启动 这样的做法 我们更是看不到他的脸书 或者是言论上有任何的表态 顾左右而言他 那么我们认为呢 这样子的做法呢 对于这个陈柏维委员即将面临的 这个罢免活动 对他们来讲可能也是一个非常负面 跟布地的因素 因为在地的选民会感觉到说 今天陈柏维委员作为台中市的委员 并没有非常强力的为在地的声音来发声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能源政策上 无论是限水的检讨 无论是中火的重新启动 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民进党政府 在能源政策上面的左之右处 它反映的是民进党政府 设定了一个非常高远理想的目标 但是在执行上面 却没有做好任何的配套 在转型的当中 它的成本跟痛苦 却要台中市民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全国的国民 来承担来承受 体现了自己在政策制定上面的不成熟 那我们认为民进党政府 以及直战党政府 如果不能够彻底的来面对 自己在政策制定上面的 这样子一个不成熟的情况的话 那么始终甚至对于8月28号的 这个公投 对于民进党 对于执政党 都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态势